大家好 我是謝章生 那現在的時間是9月2號下午的1點39分 歡迎你收聽這一期的第19集的行銷talk show 我們這一集要來跟大家聊一個題目 就是口語簡報 簡報的話大部分會有分 那個書面的PPT 也就是所謂的書面的簡報 那另外一塊其實是你口語表達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是一個音頻的節目 所以我們在音頻這邊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口語這邊的經驗 跟心得 那在那個文章的部分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簡報製作 就是視覺簡報 然後 簡報格式這部分的議題 好一開始我們現在聊一個問題 一開始我們現在聊一個問題 我曾經被問過一個 問題而且這個問題還蠻常被教過的學生問到的 就是我怎麼樣去怎麼樣去掌控 簡報的時間 怎麼樣去掌控教學的時間 那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問 因為大部分他們會發現說 因為大部分他們發現說我 時間 時間大概 設定多久 那大概就可以 依照那個時間標準 內 把它完成 該講的東西 那 有時候會超過 但是也不會超過太多 就大概都是在正常的 誤差範圍內 所以他們會有問題想要問說 那怎麼去操控這一點 那我那時候跟他們 給的回饋是說 大部分我的習慣是會先講結論 先講結論 然後呢 接著 我就可以 那個 慢慢的 去跟你分析說 怎麼做 那怎麼做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 講很多案例 例如說你可以講一個案例 兩個案例 三個案例 那這樣的好處是說 其實你一開始已經把重點講完了 為什麼 我一開始就講結論 所以我沒有鋪梗 沒有鋪塵沒有鋪梗 為什麼 因為大家沒有耐心 或者是說 你可能也怕說 時間講不完 所以我們乾脆先講結論 先講結論 那講完結論呢 你就放輕鬆了 為什麼因為 你結論已經講完了 所以剩下來 你不管講 多少個 案例 或是多少資料的補充 其實都已經 都是 不斷的在 支持你的 論點 那 你可以依照 時間的 長短 去控制說你要講 兩個案例 三個案例 或者是說你要搭配 兩個案例 然後一個資料 或者說你要做一個 那個 實作 給大家看 就實際在電腦上操作 給大家看 所以你的時間就比較 很好操控 就是可長可短 我剛剛講的那一段 其實有 有用到一個架構 有用到一個架構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 一開 一開頭先這樣講 是有一個目的的 什麼目的 你會發現 教你口語簡報的 書或課程 或者是 比較有紀念的老師 他都會有 很多套劇本 在變 什麼叫很多套劇本 就是 其實他今天在 講這個主題 或是報告這個 報告這個議題 或者是說他今天主持一個 業務會議 那 或者說他今天是去講一場演講 或是他是講一個 一整天的教育訓練 他其實都有 不同的劇本 在 變化 那 這邊我不要講 講劇本是比較白話 可是如果把它講成白話 就是 其實你講話是有一個 架構的 是有一個先後順序的 好 那 你最耳熟能詳 可能怎樣 可能小時候寫作文老師 都會跟你講過 起承轉合 好 可是起承轉合 在簡報裡面 並不是 很適合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 你底下的 聽眾 沒耐心 你底下的聽眾有可能是老闆 有可能是你的 潛在顧客 就是你是去做 業務簡報 然後是要去跟他提一個案件的 所以 他可能工作上就很忙 時間有限 也沒有時間 聽你慢慢的 怎麼樣 慢慢在那邊 起承轉 可能一開始想要先聽到 結論 也就是所謂的 核的部分 所以一開始如果說 你在 因為你如果在業界 你大部分一定會有 機會或是需要 去上台報告 只是說面對的人 多還是少 或者是面對的層級是高 或者是跟你 一般 或者是你的下屬 不管 反正大概 大部分都會有 上台講話的機會 所以一開始 我 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要去 練習你的口語簡報的話 先不要想那麼多 先抓一個架構就好了 就像我們今天的標題下的 叫做口語簡報 先練好一招 哪一招呢 你先抓一個架構 那我會先建議你可以這樣用 就是一開始先講結論 一開始先講結論 那講了結論呢 很多人聽到這個結論 就會有一些 懷疑嘛 所以接著你就必須要去 講一些資料 講一些故事 講一些案例 來 佐證 就是來支持你的結論 所以如果你今天只有5分鐘 你就先講結論嘛 那 再補一個案例 那如果你今天有15分鐘 那可以講的 資料 跟案例 就變比較多了 所以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的時間是 是游刃有餘的 所以一開始如果你要練習 自己的口語簡報的話 在 講話這一塊 我覺得你先抓一個架構就好了 等你這個架構就 耳熟能詳了 就是你已經 就是很習慣一直用這種架構的時候 那 再慢慢去學習 別的 別的走法 就是 講話還是會有不同邏輯的走法 那 但是你一開始先不要 想那麼多 因為你如果去 看 那個 一般教你口語簡報的書 他都會 介紹的很詳細 那反而 反而你會 那個 不知道從何而起 好 來 那最後 最後 我們來舉個例子 我們來舉個例子 一般來講 我的 結論 如果你要把它設計成 更活潑 那你可能可以用提問的方式 可以用提問的方式 那我這裡就講一個 我在上 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在講 那個數據分析相關的演講或課程的時候 講過的梗 來做舉例 OK 好 那假設呢 我今天就一開始先問大家說 同學啊 你覺得 男生會不會買睫毛膏 男生會不會買睫毛膏 睫毛膏這種東西應該不用解釋嘛 對不對 大家應該看到就知道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可是呢 你覺得 男生 會不會買睫毛膏 好 那這時候就 簡單詢問一下 大家 就是 舉手投票一下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 有 有可能 對不對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 那個機會太少 對不對 畢竟還是小眾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 去 把大家的注意力 怎麼樣 先抓過來 為什麼 因為他會想 想 在腦袋裡面 去想這個問題 對 男生怎麼樣 男生會不會去買睫毛膏 那 實際上 睫毛膏的主力客群是 女生 可是 還是有一塊的 族群 還是有一塊男生 他 會去用睫毛膏 好 那我們來講 那我們就接著聊 我們就接著聊 好 因為我們不是要聊那個什麼 不是要聊 那個兩性議題嘛 也不是要聊 婚姻平權的問題 好 我個人是 是那個 蠻支持婚姻平權 就是 其實人家 也 人家沒有跟你 怎麼樣 各過各的生活嘛 好 那拉回來 接著聊 那我們就會接著去 問大家說 那你覺得怎麼樣去找到 這群人 怎麼樣去找到那個什麼 找到 會用睫毛膏的 男生 假設你今天是賣睫毛膏的話 然後是專門為男生設計的睫毛膏 那怎麼樣去找到這群人 你會發現不好找 你會發現不好找 為什麼 這時候就在丟問題 那實際上我除了第一個問題 是在講結論 男生會不會怎麼樣 用睫毛膏 先去 點出我的主題 那接著慢慢的每一個問題 怎麼樣 都是在做 案例解釋 跟強化一個主軸 拿一個主軸 等一下你繼續聽下去 那我就會問大家說 那你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 好不好找 這群人 不好找嗎 不好找 好 那 我們呢 我們呢 想一下 一件事 就是我們從小到大 我們去了 很多的通路 都有辦過會員 辦過什麼會員呢 例如說家樂福 大潤發 屈城市 康市美 全聯 你們家一定有其中一家 有會員卡 那辦會員的時候 大概要寫 寫些什麼東西 無非就是那些 姓名 電話 住址 Email 對不對 就這些 就基本資料 那應該也不用辦會員 需要去交代到說 你有 你有幾個哥哥 幾個妹妹 這應該不用 不用 沒有人家問那麼詳細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基本資料 那這時候我們就再丟一個問題 那你覺得 這幾年一直在聊大數據 這幾年一直在聊大數據 那靠大數據的方法 靠大數據的方法 有沒有辦法從這些基本資料 去判別這個男生 會用睫毛膏 可不可以判別 可不可以判別 那這時候怎樣 一定是你跟對方講 講答案嘛 因為畢竟這是你的專業嘛 所以我就會跟大家講 OK 可以 可以找 可以找 也有報表看 可以從這些基本資料判別 這些男生 會不會用睫毛膏 可是不準 可是不準 因為你這些都是基本資料 你這些都是基本資料 只有姓名 電話 Email 住址 對不對 如果你要準的話 可能 不能依靠大數據 可能要去上哪一個老師的課 可能要去上那什麼 張維中老師 宇洋老師 蔡上基老師 然後你看 看到這個姓名 就會覺得 這個命盤當中 怎麼樣 戴睫毛膏 這樣比較有可能 怎麼樣 猜對 所以基本上你用大數據的方法 只給他這些基本資料 是沒有辦法去判別這個男生會用睫毛膏的 可是我們先不用搞那麼複雜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很容易做到了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很容易做到了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們呢 現在的人每天都心甘情願 戴一台手機在身上 沒有戴 還會焦慮 所以現在我們只要去收集到這個男生 平常他在手機上 會看睫毛膏相關的文章 商品 甚至一些開箱 那我們就有很高的機率可以判別 他應該對睫毛膏有興趣 所以這個從頭到尾都沒有用到 那個大數據的方法 他只有做到一件事 叫收集資料 他只有做到一件事叫收集資料 所以 以現在的環境來講 像Google 跟FB 都 已經會收集到說這個男生 平常會看什麼東西 那其中以 FB來講 他身上 如果你常常看睫毛膏 那這個男生身上可能就會被貼一個標籤 叫 睫毛膏 所以我們現在呢 面對很多 小眾商品 那已經可以比較怎麼樣 精準的去找到消費者 已經可以比較精準去找到消費者 所以大概我 我這樣講了一段 你就會發現說 一開始我先講結論 先講結論 講什麼結論呢 就是 這個結論其實是叫做 每一個 每一個小眾的商品 甚至是大眾的市場 我們都可以比較精準的去找到消費者 就是我的結論其實是 我們現在其實是 可以把不相關的顧客 排掉 比較聚焦找到消費者 這是結論 可是這個結論 我不要用 平鋪直樹講出來 我就直接 用提問的方式 把它包裝一個提問的方式 那你一開始可以不用先學我這樣用 就是你一開始可以先講結論 例如說你如果一開始要練習 你可以先平鋪直樹 就是練習說 其實我們現在怎麼樣 我們現在的技術 已經可以去 找到很多 小眾的消費者 那舉例來講 就是 假設這個 假設我們今天有一個商品 是針對男生 設計的 睫毛膏 那能不能找到這一群人對他投廣告 答案是 可以的 OK先講結論 那接著就講為什麼可以 接著就講為什麼可以 那你就會講了 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怎麼樣 我們一直想要收集 消費者的 行為資料 什麼叫行為資料 就是他平常在看些什麼 然後他會去哪邊 哪邊逛 然後出沒在哪邊 那這些資料都是 很難收集到的 為什麼因為人都不想要洩漏隕私 可是現在的時空環境竟然 霧打霧撞找到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人呢 就是 每天只要忘了帶一個東西 他就會開始焦慮 所以有一個東西呢 就隨身會 跟在你身上 那個東西就叫手機 所以我們霧打霧撞呢 就做到了一件事 叫做可以收集到 顧客的行為資料 你就講完結論了嘛 所以平鋪直述的方法就這樣 就先講結論 然後再解釋 這個結論為什麼可以做到 然後講一些案例 那如果說你要再進階 把它包裝一點 那你就把結論包裝成一些 提問 包裝成一些有 有趣的問題 或是有趣的 情境 讓他去思考 但是一開始你先 練習這件事 就是先講結論 先講結論 然後再講一些案例 講一些資料 來輔助他 所以跟你怎樣 跟你開那個 跟你開業績會議一樣啊 假設你今天先講結論 就是大家好 我們今年度的業績 是去年的一倍 結束 我想沒有人 敢講你什麼吧 為什麼 因為結論就是業績 達標 而且還翻一倍啊 所以 你接下來講什麼都對嘛 那輔助報表勒 輔助報表就業績報表啊 這也不用講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今天 先講結論 對不對 叫做 我們今年的業績 只有去年的 五成 只有去年的五折 接下來怎麼樣 接下來就完了 接下來一定要解釋嘛 對不對 就是為什麼五成嘛 為什麼五成嘛 對不對 那至少怎麼樣 我們一開始就先 破題嘛 我們一開始先面對 真相嘛 所以 大部分的人你在 講口語簡報 就是你在上台講話的時候 最困擾的就是 怕 怕時間 太短 不夠講 或者是怕時間太長 講不完 那我的心得是你一開始就先破題 那時間短 時間短 那就算了 反正我就破題了 我的破題叫做 那個業績達標 10秒鐘解決 接下來不用報告了 所以我們 就會議結束 對不對 所以哪怕你10秒鐘也夠 那如果怎麼樣 如果時間夠了 時間夠就可以開始分析啊 分析為什麼今年業績會翻一倍啊 對不對 只是說怎麼樣 只是 業績都達標了 那 講什麼好像人家都講你 對的 好 那你會擔心 那個東西 你會擔心時間太長講不完 這種不太會發生在 商業簡報上面 這個比較會發生在 你 接演講 或者是教育訓練 因為一般的演講再短的話 大概最常見是兩個小時 最常見是兩個小時 那 如果你是 教 接教育訓練 就是教一個主題的話 那大概都會 以一天 6個小時為單位 那有時候長一點可能會講到 兩天 連續兩天 或連續三天 所以你比較困擾的地方在於說如果有時候 準備資料會不會講不夠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就跟你講過了 你先把結論講出來 然後幫他準備很多的 案例跟資料 好 那例如說你手上就會知道說你手上有三個案例 然後 兩個資料 報表可以講 好 那如果時間夠 你就每個都講 如果時間不夠了 那就挑 一兩個講 如果時間再不夠了 那就講一個 所以光 時間這個問題 你就會獲得一個解決了 那我覺得你解決了這件事之後呢 再來去 再來去 學習 風格啊 節奏啊 然後 要不要買什麼 梗啊 然後要不要講 講一些 金句 講一些你自己設計的金句 或是口訣 OK 那這個 我覺得都是後面再去加強的 就是你先把 基本打底打好 也就是說你講 你在 講一個報告 你在報告一段事情的時候 是有 是有架構的 是有順序的 那這個順序我會建議說 你就先講結論 然後再來講 案例跟資料 去輔助他 OK 那 為什麼今天要講這個呢 因為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是 商業人士 一定會有上台 講話的機會 只是面對的對象是 多還是少 好 那 你 把 講話練得比較有 有邏輯 比較有架構 也比較容易去說服對方 比較容易說服對方 好 那我們今天 第19集的行銷talk show 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那你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歡迎你可以丟訊息或者是 可以留言你就留言 好 那我們就會針對你的問題 然後再去 我就針對你的問題 然後 再去 發想題目 就把它做成節目 或是把它做成文章 好 那我們這禮拜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囉 好 拜拜 拜拜